古天乐手谈女友的标准 看来小龙女快要见身了 闻路地上的海粒子去香港报道 日前古天乐出席某品牌活动 在活动上主动说出心中的女皇标准 有内涵 喜欢挑战自己 她也表示目前工作太忙 没有时间找女朋友 8月18日是萱萱48岁生日 古天乐表示 当天应该要和对方拍起 笑颜不得不帮她庆祝 说到歌手卢海彤 日前因为情绪病从高处跺下 古仔表示身边有不少人也有情绪问题 希望大家都关心身边人 问到自己的减压方法 我一向都习惯独自面对问题 不开心食指要睡够 看看喜剧就能舒压 不知道为什么在报道中 刻意提了一下萱萱 众所周知 在2001年之前 古天乐与萱萱的合作还是蛮多的 之后二人似乎再无任何的合作 也正是那个时候 萱萱与外籍兽医谈了几年恋爱 但最终是和平分手 虽说当时有人说可能有第三者介入 但萱萱却一直否则 如今在萱萱即将过生日的时候 媒体还特意问了一下古天乐 再加上古天乐又谈起了选择女友的标准 一时间让大家对小恶女会是谁再次产生好奇 对于古天乐这位香港演员 其实很少有人不喜欢她的 一方面是因为她没有任何的飞吻 一心只是想好好的把戏拍好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那种做了善事又低调的明星 演技好 无飞吻 人又低调 这可能也是很多网友喜欢这位明星的主要原因 再加上之前她与李若彤版的《神雕侠女》 着实令很多观众难以忘怀 可谓是经典 也正是如此 此时看到她说出了对女友选择的标题 看着就那几个字 实则要求还是蛮高的 因为内涵对于当下一些女生来讲 实在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反观喧喧 其实倒还真是一个有内涵的女性 在事业也是蛮拼的 这几年也拍了不少好看的影视作品 再加上九十年代与古天乐有过几部戏的合作 二人如今都是单身 想到这里 老海不由的在想也许媒体知道点什么 只是故弄全虚的暗示了一下 难道萱萱就是古天乐苦苦寻找低小龙女吗 若真是这样的话 那二人还真是蛮低调的 当然 这只是一种猜测 也许古天乐心中另有人选也说不定 毕竟萱萱对于古天乐来讲 实在是太熟悉 这样反而不太好下手 不管咋说 相信不少人都在期待 这某一天古天乐有女朋友的消息传出 别人都在期待 你 感谢观看